第九十四章 燃烧的黑谋 桑桑没觉出这首诗哪里好 觉得比自己当初写给宁缺杀人用的那首诗还要糟糕 而且他想起来 这个和尚曾经在书院外威胁过自己和宁缺 所以他转身关门 铺门被悟到的手挡住 他毫不遮掩脸上的痴迷以及狂热的占有欲望 看着桑桑兴奋地说道 为了让你能够自由地跟随我去天涯海角流浪 看潮起潮落花开花谢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杀死你的那个少爷 听到这句话 桑桑转过身来 认真的看着他的脸 悟到看着小诗女认真的神情 愈发地陶醉 痴痴地伸出手去 想要抚摸他的脸 随着指尖与微黑小脸的接近 他仿佛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桑桑身上的那股透明干净 令人沉迷的味道正在渗入自己的身体 呼吸略显急促 非常严肃地说道 我这一生从未见过如此令自己兴奋的女子 你必然是我的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表情严肃端庄 并没有什么贪婪而痴迷的神情 身上破烂的僧袍被风扶着依然出尘 然而清俊的脸上每根毛孔都仿佛在流淌着狂热的体液 每个字仿佛都在将风里散播着银泻的味道 桑桑退后一步 避开那只像毒蛇信一般湿露年华的手指 看着眼前僧人微微隆起的当下 眼上没有恶心的情绪 甚至没有情绪 转身伸手 接过了一只盆 木盆里是昨天的洗菜水 专门储着准备用来冲马桶的 老人不知何时溜回了后院 把这盆水端了过来 平静地站在旁边等待 桑桑接过水盆双臂一台 用力地向身前泼了过去 哗的一声 这盆混着泥沥的脏水泼到了雾道的身上 把他从头到脚淋得透湿 两根黄娘发臭的烂菜叶子 搭了在他正亮的光头上 他脸上的庄严严肃的神情骤然一僵 啪的一声 老笔斋的木门被紧紧关上了 浑身湿透的雾道 正正地站在石阶下 过了很长的时间 才醒过神来 他伸手抹去脸上 泛着泥腥味的水 缓缓摘去头顶的两片烂菜叶子 肃然的面容上 渐渐浮现出一丝笑意 这两次与桑桑相遇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 兴奋狂热 但此时被一盆水当头淋下 淋至透心凉 他脸上的笑意里 终于第一次出现了冷酷 冷漠的味道 因为悟到很痛心 很愤怒 他不理解这个小侍女 为什么要如此的对待自己 自己于尊将贵 想要讨他的欢心 想把他纳入房中 在棉被之上 好好的疼惜 难道这有什么错 难道你不应该觉得荣幸 然后幸福的晕厥过去 你居然敢拿水来泼我 然而欲是如此 他对桑桑的兴趣却欲大 冷酷的笑容之下 那颗想要占有对方 窜取对方干净体系的心脏 跳得愈发的急促而兴奋 一直监视着临四十七象的鱼龙帮 注意到老笔摘迁的动静 几名轻衣汉子走了过来 把悟到围在中间 低声冷力说道 哎 我说啊 这铺子里住的是齐四爷的朋友 如果你这个和尚 不想见到明天的日头 马上离开啊 然后永远不要再回来 情僧悟道 来自不可知之地 哪里在乎这些世俗里的江湖人物 只是长安城里卧虎藏龙 大唐帝国强者辈出 便是他也不敢太过放肆 而此时还未入夜 巷子里有好些民众在指指点点 有诸多的不方便 他沉默片刻后 隔着木板 望着铺门里轻声微笑说道 哼 我会回来的 说完这句话 他里都为里那些穿着 青衣青裤青鞋的鱼龙帮帮众 轻拂僧袍 转身默然向林四十七向外走去 僧衣清白 草鞋踩碎落下很久的枯叶 光头东树的枝牙落下的影子 附在他平静的脸上 书院二层楼登山那夜 他被颜色大师烧尸薄城 焚了森绣 便暂时离开了长安城 去南方山野游历 这数月他一直不在唐国境内 甚至极少见到人宗 所以他并不知道春天之后发生的事情 他不知道那个让自己念念不忘 莫名兴奋的小侍女究竟是谁 他甚至还不知道宁缺是谁 只是一直恨恨地记着一个叫中大俊的家伙 春去冬至寒意渐深 时间总会冲去很多东西 比如忌惮 悟到壮着胆 回到了唐国境内 通过某些途径知晓 颜色大师最近似乎正在为某些事情烦心 他想着那位极恐怖的神福师 应该不会还记得自己 拒意渐退 便勇敢地来到了都城长安 因为他很是想念那个小侍女 他很想拥有那个小侍女 仿佛是命运 又或者说是机缘 他进入长安城的第二天 便看到了对方 一路跟踪 从公主府来到了临四十七项 难以压抑心头的兴奋 敲开了老笔斋的木门 最后换来的是一盆脏水和两根烂菜 无妨 内心的炙热和那种莫名的吸引 不可能被一盆水便浇灭 他是情僧悟道 自离开悬空寺后 周游时间 无论是月轮还是南进 无数大家闺秀小家碧玉 纷纷降于身下 又怎会在一个小侍女面前受挫 悟道微笑地行走在东树之下的小巷中 想着即将长远 心头一片喜乐平静 老人的目光 穿过木门上的山矿 看着向巷口走去的年轻人的背影 沉默想到 一个银笙 竟能感觉到桑桑身上的特异之处 不可知之地 悬空寺 果然不凡 走回后院 老人发现那个盛着洗菜水的木盆被扔到了角落里 而桑桑没有继续坐回桌旁吃饭 而是蹲在灶旁 看着手指间那团渺弱却纯净的光辉发呆 不吃饭了 老人问道 桑桑摇摇头 手指轻弹 灶眼里的干柴迅速燃烧了起来 而他却还是促紧了眉 佛门有人狂热双修 那僧人的痴狂之态 大敌由此而来 桑桑没有理他 撑着下巴 看着灶眼里燃烧的柴火出神 认真地琢磨着 怎样才能快速提高自己的神术层次 眼下他的境界太低 能凝结的浩天神灰黯淡微弱 威力和普通的火差不多 点燃干柴可以 但却对付不了那些强大的修行者 老人看着他小脸上的坚毅神情 叹了口气说道 心诈对修行极为不利 桑桑头也不回 轻声说道 他说 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杀了少爷 桑桑再也没说什么 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老人却很明白 他为什么如此急于提升自己的境界 他想在最短的时间里 杀死那名年轻的僧人 老人看着桑桑的背影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夜色刚刚来临 暮色还在西方最后倔强 正在吃晚饭的时候 长安城城东一条小巷 幽静无人 像盼的东树 把昏暗的天空画成 无数道不规则的小格子 悟到收回望天的目光 微笑准备前行 然而下一刻 他的眼瞳骤然缩了起来 巷口 有一个人 光线昏暗 看不清楚面容 但从沟楼的身体看 应该是个老人 令他生出警惕情绪的是 他不知道这个老人 何时出现在巷口 悟到沉默片刻 向巷口方向走去 距离近了些 看清面容 他发现 自己见过这个老人 就在临四十七巷的那间铺子里 那盆洗菜剩下的水 便在这老人的手中 这名站在巷口的老人 看着他微微一笑 和蔼地说道 你能看出桑桑的前置 眼力不错呀 年轻一代的修行者中 就算翘楚了 武道轻轻抬手 缓缓抚摸自己的光头 动作很潇洒 但指尖总觉得 还能触着那些滑腻的水痕 还能触到那两根 粘粘的烂菜叶子 然而他却不想做什么 因为这名勾搂着身体 像普通老头的人物 绝对不是普通人物 因为对方能在自己 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拦在巷口 因为对方知道修行是什么东西 悟道终究是个骄傲的年轻人 自认与龙庆皇子不相上下 他绝对不会接受一个不知名的老头 来教训自己 傲然地说道 哦 原来他叫桑桑 我知道了 你可以离开 我知道 你来自玄空寺 悟道的面色微变 他没有想到被对方一眼便看破了形状 老人接着平静地说道 玄空寺极少逐图 而你的境界比当年的七念差太多 自然也没有资格代表四里行走天下 所以我有些不解 为何你会出现在俗室里 悟道的神情再临 他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对玄空寺如此了解 甚至知道当年的七念师兄 下意识里警惕起来 身上的那件破烂僧衣 随风白舞 他看着老人沉声说道 既然知道我来自不可知之地 为何还敢拦我去路 老人笑了起来 所谓不可知 只是世人不知的必试之地而已 一旦被人知晓 那便可知 所以四冠的名字 反而是没有力量 没有意思的东西 听着这话 悟道愈发的警惕 看着老人沉默不语 便说你身处的这座长安城 就有很多人知道玄空寺 知道知首冠 更何况那间书院 便在城南的大山脚下 所以你的来历 对于这座城里的人来说 不算什么 只不过最近长安城 因为某件事情而分了神 颜色没空搭理你 别人也顾不上你 才会忧得你如此放肆 不然你真以为 单凭玄空寺的名字 就能让唐人恐惧 老人看着他继续说道 而那件让他们分心的事情 和我有些关系 你能在长安城里如此行事 似乎大半倒成了我的责任 只是没想到 你居然会骚扰到我女徒的身上 悟道隐约猜到了老人的身份 眼中这具勾搂着的瘦弱身躯 顿时变得无比高大 他压抑住心头的震惊 有些慌乱的低身行礼 瞬间改变了态度 极为恭谨礼貌地说道 哦 前辈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是 我马上离开 老人看着他 没有说话 小巷幽静无声 死寂的气氛持续了片刻 年轻僧人隐约明白了一些什么 声音变得沙哑起来 看着对方沉声说道 就算您是西陵神殿的大人物 但毕竟我是悬空寺的人 另外 假使乃是寺中的讲经大事 听闻当年曾与您机缘巧合 见过一面 老人依旧没有说话 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 悟道觉得身体僵硬得厉害 强自压抑住心头的恐惧 狠狠地咬了咬舌头 让心情变得更加清明冷静一些 说道 我承认 玄空寺的讲经大事 不是我的师父 他是我父亲 我是他的私生子 所以才会离开 还请前辈垂炼 沉默听到这时 老人才有了反应 他缓缓摇头说道 叛离神殿 离开桃山 那么对于这种境况里的我而言 我心已脱机办 自由无碍 摩说你父亲 便是摩宗附生 玄空寺 知首观书院 三不可知之地里的人们 其致 我依然可以无视 悟到身上的那件破烂僧衣 在夜风里微微颤抖 他看着老人颤声问道 您 您究竟 怎么样 才能宽恕我 不经意犯下的这 些许的过失 先前说你眼力不错 能看出桑桑的前置 但那只是表面 因为直到现在 你依然没有看明白 桑桑对我有多重要 他促起眉头不洗时 我眼中的世界 便不再光明 听着老人的语气 越来越严肃 尤其是听到最后的这句话 两行冷汗 从雾到光滑的头顶 缓缓躺落 他颤声地起饶道 晚辈 先前眼睛瞎了 还请见谅 老人举起瘦长的食指 伸向寒冷的冬夜微风 不 你的眼睛 此时 才是瞎的 悟到听懂了这句话 感觉到了极大的恐惧 尖叫一声 双手自僧衣里探出 结了一个佛宗精湛的手印 画出一道障碍 僧衣一飘 便想向后掠去 那个佛宗手印 散着精妙而宏大的气息 然而触到老人手指 那点若烛火般的光焰时 便像是积雪遇着春阳 像是泥点进入了洗菜的水盆 瞬间消失不见 悟到向后激烈的身影 也仿佛被光焰要出的光线捆覆住 踩着草鞋的双脚 根本无法离开地面 身子像影子一样拉长 却无法远离 他看着老人指尖 微竹式的火焰 眼眸里满满的是恐惧 光焰乳白色的颜色 占据了他黑色的眼瞳 然后迅速扩张 淹没恐惧 然后他黑色的眼瞳 燃烧了起来 幽静的小巷里 响起了凄厉的惨叫 光明智洁无垢 所以最纯净 最义污 光明智醇无温 所以最狂热 最冷酷